報導者是一個致力於深度報導公共議題的媒體 他們是一群不同世代的新聞工作者 也因為這樣而激盪出許多不同的點子 我們就在這邊開變情會議 常常你說爭執很兇的時候 真的是大小聲 非常激烈的討論、爭論 不過現在兩年之後回顧 都覺得還好有這些充分的溝通 所以能夠讓我們這些不同世代的工作者 到現在還能夠珍惜這一個地方 好好去產出關心台灣社會發展的這些重要的作品 報導者不接任何廣告 而是以社會的捐款作為資金來源 記者不用擔心點擊率的問題 可以沒有後顧之憂的 以長期蹲點的方式來深入探討公共議題背後的結構性原因 長期的蹲點、深蹲的採訪 像舉例我們採訪台中的一管大樓 我們的記者就在那邊住了一個多月 然後整整一個多月去密集的觀察 中部地區的新移民 那這樣的現象它在裡面產生什麼樣 人的故事有趣的互動 它真的需要很長的時間 報導者也是過用遊戲的方式報導公共議題 我們兩年前那時候做出一個急診人生新聞遊戲 用你在手機上體驗 或使用者體驗的方式玩遊戲 可是你關心像霸仙殘暴之後 暴露了台灣急診室的問題 那你藉由遊戲來關心公共議題 這就是報導者在努力做的創新 除了國內的議題之外 報導者與印尼的調查媒體Tempo Magazine合作 做出血淚漁場的專題報導 揭發境外漁工被剝削的情形 我想這個調查報導之所以成功是因為 它帶著我們讀者去看到了一個平常沒有被揭開的真相 那這樣的敘事是跟過去的遠洋於越大國 那很多亮麗的數字那個敘事是很不一樣的 那它也帶來很大的具體的影響 第一個當然就是 檢察官要重新調查這個遇工之死的案子 那我們也立即讓政府允諾了 要從300元美金的每個月月薪提升到450美元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個很具體的政府的回應 那還有就是說很多讀者並不知道說 台灣在遠洋於越辦演這樣的角色 所以我覺得從敘事上 從讀者的接觸度上 以及政府政策的回應上 它都有很具體的效果 就會變得很具體的效果 為一個按照